大家好 6月20日 《球迷吹奸》回來 剛剛看完 剛剛看完 熱刺對曼聯那一場 其實本來我是想提供曼聯的 我想提供曼聯的 本來應該我昨天出片 即昨天晚上出片 剛剛看完播 早上天亮 本來我打算提供曼聯 但當時是平手盤 然後我下午還是下午 我忘記了 曼聯馬上變成羊瓶 羊瓶瓶瓶 我立即停止了 不提供 幸好 原本要輸半格 曼聯馬上變成羊瓶 作客要讓熱刺平叛 因為我不是很敢買 始終你貴 停了那麼久 當然我是提高曼聯少少 但始終摩連盧 現在教了熱刺 他對曼聯都挺熟路 而且又不知道球員狀態如何 所以如果平手 我打算提供曼聯給大家 但後來他轉了 做評判盤 我立即縮手 不要了 我怕這場球有機會輸半格 所以真的輸半格 另外就是普巴復出 普巴終於復出 狀態又不錯 又橙又盛 又射球 他就憑著他推下底線 推下十二碼回來 曼聯就迫和了 迫和了熱刺 原本還有一個十二碼 後來VAR之後 發覺十二碼不成立 要不然曼聯就可能兩個十二碼取勝 憑著 現在一比一和了 好 事不宜遲 我提供今晚星期六晚二十日 今晚星期六晚 和明晚星期日 提供英超 其他那些 其實還有西甲 其他球 英超回來 大家喜歡看英超 我主力提供英超 還有幾場大戰 都有一場打比大戰 利物浦打比大戰 好 先來提供今晚第一場球給大家 先來看 哎呀哎呀 還按走了 好 就是這個白禮頓的 我先看場次 還按走了 那畫面 OK 等我一會兒 剛剛按走了 手多多 手多多按 那畫面還按走了 我按了出來 OK 好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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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多多 一時太興奮了 好 星期六今晚第二十場 開球時間是十點鐘 OK 就是白禮頓 主場對阿仙奴 阿仙奴 我上場 其實上次提供成績 開始像樣點 提供五場 四場 起碼先中了兩場 昨晚也中了 上一次提供 應該中了三場 輸了兩場 我記得 阿仙奴其實輸得不值 沒有 又打小哥 上一場 但阿仙奴真的 真是大禍 我覺得他今年歐霸不保 很大機會 這一場我就是提供 白禮頓主場對阿仙奴 第一 白禮頓現在暫時的排名 就挺危 挺危 排十五位 距離那個鋼斑區域很紛水 阿仙奴現在排第九 但阿仙奴真的很差 他的狀態 我看他踢過場球 還有還有一件事 這一場球我純粹就是看兩件事 第一就是白禮頓主場 要有呼吸壓力 第二就是阿仙奴狀態 不要兼作客 阿仙奴竟然 只不過是讓白禮頓平半 我覺得這個盤反映了 這場他讓不起 這場球 即是你讓半球 甚至半一 如果正常的阿仙奴 這個我覺得 就算你是作客 這個都是一個基本盤 白禮頓已經是尾四 尾五 而且白禮頓是和球多於贏球 其實不是贏球很多 當然是和球多 即是這場球 阿仙奴竟然 莊家也不看好他 很有把握去贏球 我看看 現在看看大家 我跟大家講講賽職 好 其實白禮頓真的不厲害 今季主場 四勝六和 四勝六和 四負 四勝六和四負 不過他不敗率也高 不敗率也高 贏不到也能和 現在你受讓評判 即是希望可以做半格 OK 反觀 阿仙奴作客就真的差了 阿仙奴作客真的差了 兩勝 兩勝八和 兩勝八和 四負 即是他贏得兩場球 作客只是 這場球 他可能和和和輸 都會收錢 如果你買主隊 是不是 總之他作客真的很差 而且他真的很差 我常常看他的對曼城 真的不可以 不可以 不知道關不關肺炎 因為阿仙奴 都好像球員領隊都感染了肺炎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些很大影響 純粹我反映過盤 主要我最有想法的就是 因為我反映過盤 我覺得開盤那個不會傻的 讓評判那麼少 是不是 讓得太少了 這場沒有信心 好 白麗頓主場 受讓評判 OK 今晚十點鐘開波 今晚 好 接著第二場 第二場就是搬離茅夫 哎呀 這隻貓士 這隻貓士疏疏疏 OK 搬離茅夫 OK 搬離茅夫 就是這個 幾點開波 今晚38場 星期六38場 半夜 半夜開波 兩點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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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呀 現在疫情過後 原本英超都很少開這麼晚的 現在沒有計算 開快車 所以 星期一又有波 接著星期三 星期二又有波 一路中間都夾著波 因為八月開歐聯 應該沒有記錯 歐聯都會吃飯 不過 將會改為原本主客制 就變成是一場過 就不再玩主客賽了 那就沒有了入球作客優惠 好 好了 搬離茅夫 搬離茅夫 現在排十八名 很厚 很危險 非常危險 水晶工十一 基本上鋼斑應該不太危機 但問題是 如果想上去踢歐洲賽 可能就有點問水了 不用想了 我想他也是和和的 安安分分的 可能在 盡量在十名之內 過到終點 我覺得有交代 所以搬離茅夫 真的要互吸 要拼命 所以這場球 搬離茅夫 本身應該是弱一點 應該是下半球 他現在正在打平手 還要低水 七水 七幾水 即是說 莊家覺得這場球 可能和球的機會很濃 但都是側向主隊 互吸的壓力 加上主場 水晶工基本上 可以說無欲無求 總之 保持著 不要再跌下去 就可以了 看看盡量茅夫主場 一、二、三、四 四勝 一、二、三、四、五 四勝五和 四勝五和 六負 四勝五和六負 都有超過一半不敗率 平手盤不用輸 和球最多走盤 反觀作客的水晶工 就是四勝 四勝五和 四勝五和 就是五負 四勝五和五負 贏率都不是非常高 三分一左右 三分一贏率 就帶你和球和和球走盤 如果他輸就全了 就是這樣 都是那句 追他的主隊要互吸壓力 好 接著 星期六 尾場 星期六 英超尾場 是否 不是 這場是星期日 原來 星期六提供這兩場 星期六提供這兩場 白禮頓加搬尼茅夫 好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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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場 第10場 留卡數 找卡數 找卡數對石飛鸟 找卡數 現在主場受讓平半 这一步就低水 七几水 OK 先看看主队成绩 主队成绩这么贵 1 2 3 4 5 五姓 五姓 六和 三负 不败率也很高 五姓 六和 三负 成绩也挺不错 这场因为他是受阳 好 石斐链 石斐链其实今季挺好的 今季成绩真的挺不错 我觉得他很有机会 今年有机会 可能有机会 可以踢到一些 欧洲赛事 因为他今年成绩 猜不到他好像升班 升班上来 但我觉得他排第六 现在排第六 有权踢欧霸杯 欧联就会败一些 起码前面还有些曼联 有些争取 OK 好了 扭卡数也是13位 降班也应该不会太压力 好 我先看看赛绩 赛绩就是 好 赛绩就是 刚才有没有说到 1 2 3 4 5 1 2 3 4 5 5勝 5勝6和3负 石斐链的作客就是 4勝 4勝 但他4勝 他输球率又不高 他输了两场 其余都会和 即是说 这场球 可以博他和 是受阳的 是受阳的 我觉得要博一博 我纯粹去到差不多 现在算是季尾了 可以算是季尾 季尾 我喜欢多留意一些 互级球队 以及欧洲赛事的球队 如果成绩排名低些 如果主场排名又低 有少少压力 希望他可以憑着那份斗志 可以支持得住 不赢也不要输 就是和球 你和球也有钱收 可以博一博 可以博一博 好吗 其实这些都是博的 不过意思是 如果你对球比较熟 那把握会好些 另外 我再提供多次 士多维拉 上次我有提供给大家 我记得中了 是的 中了 我觉得他虽然功力不太好 但他的防守力 和斗志挺好 挺不错 我想多拼他一次 上次我提供给大家 他主场是和了石飞联 那场我提供中了 今次对手强一点 就是车仔 对手车仔 但问题是 他今次车仔让一球 让一球 我希望他有没有 有机制可以 顶得和 就算输一球 也只是走半 纯粹拼一拼 因为他现在要护及 其实他现在都很大 要护及 主队亚士多维拉 一二三四五勝 五勝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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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负 五负 一二三四五 五勝三和 五负 不败 刚刚三分一 刚刚输波率只有三分一 有三分二能够保住不败 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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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都是败 反观车仔 其实车仔真的挺好的 但他作客也输过四场 他说车仔是强队 但他作客也有四场输波纪录 赢了七场 赢了七场 和三场 就输四场 三分二 三分一 但问题是 如果输一球也不用输钱 输两球才输钱 你可以拼 希望拼一拼 阿士忠惠拉 上次他帮过我 我多支持他一次 支持他一次 帮到我手 拼他可以和督 最多输一球 走盆 当没有发生过 当是看一场球 OK 好 好 不过虽然车仔也有账 其实车仔也有账 车仔也有账 车仔也要顶住 希望能够顶得住欧联 位置 不过没有 純粹 我觉得 阿士忠惠拉 我上场有看他踢球 都不差 挺好 挺不错 好 接着一场真的打给大战 打给大战 爱华顿拖匪堂 就对这个利物浦 先看盘 现在 利物浦作客 爱华顿 在让一球 我没有记错 我刚才立过客的盘 就是让一球 爱华顿拖匪堂一球 这些打给大战 通常都会比较谨慎 和战意比较浓 因为始终 除了赢球的问题之外 大家那一份 在同市里面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你自己本身有些球迷 其实两对球都比较熟悉 大家都想争夺 在那个城市的一哥 私底下在 其实爱华顿 今年成绩 主场真的不错 所以他受让一球 我觉得有些危机 他主场 一二三四五六七勝 主场七勝 踢十四场 赢了七场 赢了一半 和波也有三场 四场 和波也有四场 和波也有四场 只输三 主场只输三场 成绩主场真的不错 反观了 离物浦 离物浦就不用说话 一定是厉害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跟开我这个节目 我应该在去年的 鞋冬之前 我曾经提供过一场 大家都可能觉得我傻傻的 那场就是离物浦作客 我提供屈福特 是输给屈福特的 那有几个原因 那时候又在踢欧联 可能球员状态比较累一点 第一 第二 现在离物浦基本上 已经是稳夺联赛冠军 已经抛离了一段 几多的距离 可能会有少少放松了心情 和主力可以将心情 放回到欧联 但是 但是 现在欧联在八月才开 他可以专心踢着联赛 但是我觉得 第一打给大战 第二 其实不一定要赢 或者就算赢 也不必需要大炒 而且 竟然打完 竟然打完 长假期 回来之后 这么久没有踢球 三个月没有踢球 球员状态有诚意 所以如果对着 埃华顿 还要作客让到一球 我觉得 都是和刚才那场 那场 阿士东雷拉有些少相类似 你赢得到我的 作客也能够炒得我的 那没办法 就是这样 因为状态大家都诚意 真的诚意 好 Anyway 提供这五场波 就是白礼顿 班尼茅夫 白礼顿 班尼茅夫 是星期六的 星期日 就是抓卡数 就是扭卡数 扭卡数 扭卡数 还有 给多一次机会 阿士东维拉 他上次帮了我 支持多他一次 OK 另外 就是说 已经差不多 稳夺联赛冠军 利物浦的对加 打比大战 爱华顿 主场 不错 成绩 Anyway 提供这个星期六日 这五场赛事 希望帮到大家 记得支持我 Facebook Youtube 订阅 追踪 赞好 留意 周中还有 一路都有赛事 正在来的 都是那一句 我能夺到合心水的 再提供给大家 希望帮到大家的手 OK 好 稍后再见 拜拜